淑女白甜很多事 淑女晚上有心事 幫妳搞定淑女家務事 親愛的 我真的有一個困擾 怎麼了 我每次去大賣場 然後我就是想說 好 我就是買了一瓶白一瓶紅 然後再拿好牛排我就要走了 可是後來我的推車 滿滿的食物 有的沒的衛生紙 連襪子我都可以買一箱 我就在想說 當你走進去的時候 然後你光是一瓶白一瓶紅 你就已經低估自己的實力了 好啦 我剛剛實在太不老實了 是一手白一手紅 但是我告訴妳 妳的這個陣頭 太多人有了 我相信電視機前面的俗女們 都跟我們有一樣的困擾 每次去大賣場 我就想好說 今天就是要補衛生紙牙膏 然後什麼的 結果進來每次都買買一車 然後都不是想要去買的東西 對 好可怕 那個是我們破財最大的漏洞 對 所以我想問問看 大家是不是也同樣 有這樣子的一個麻煩呢 反正裏好了單子 結果為什麼出來買那麼多 對 大家一看後我就知道 還要享樂包 享樂 享樂派的消費者 就大賣場一看 我就說歡迎光臨 真的 對 我每次也是 像我以前單身的時候 很愛買零食 尤其是這種all in one的 你知道什麼都吃得到的 我就覺得太棒就是它了 我一定要帶它回家 可是就像那個片子講 就你一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有這個 有這個餅乾 天籃飲料 都要補貨 然後就會 蔬菜水果 對 一路就會一直補補補 然後其實零食逛完 太陽旁邊生鮮去 有賣牛小排 牛小排一塊真空包裝 很漂亮 不是冷凍的 才三百多塊 我一看我就 我的媽 我買一塊回去試試 我的媽 後來我就一試成 每個禮拜都要去買 然後一次就會少四五片 想說天啊 四五片也才 反正一兩千塊 我覺得是很OK的 對 可是冷凍區 看到舒肥肌肉 我想說 舒肥肌肉 我最近在健康飲食 對 這個舒肥肌肉有什麼 什麼胡椒檸檬的 有迷迭香的 然後天啊 太多禮拜的菜單都可以換 一天一塊就可以吃 五六塊很正常 對 假日稍微放鬆一下 五六塊你知道 所以每一次車都滿滿 對啊 可是生鮮我真的還好耶 因為我可能比較不會煮飯 所以我就 對 那個就燒不到我 所以妳們還是比較零 對 我比較理智型的 所以妳更需要舒肥肌啊 媽 妳就不一樣 好方便啊 但是我有 因為如果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那個東西的用品 我可能就會被燒到 像我非常喜歡洗衣服 你看 對 清潔又累 對 清潔又累 然後有一次去賣藏 然後她就說什麼 買一箱 然後還可以幫忙宅配 然後想說 不用自己扛耶 太棒了 而且原本原價可能 好像比如說九十幾塊一包 然後這樣一箱買下來 平均好像六十幾塊 我就覺得很發酸耶 我天天洗 這樣子 天天在洗澡是不是 我真的好喜歡洗衣服 就是天天都要洗衣服 因為因為她小孩現在比較小的 對 很常識 就我前任子搬家的時候 就發現那一箱就在那邊 還在 還在 就因為她那個 就是沒有用 因為一直有新貨進來 因為做不太 還忘了她 然後就只好說 大家朋友來的時候 就說 妳洗衣服 來 這一袋妳帶回去 好 給人家當伴手禮 帶回去 已經多到 自己都用不完 跟伴手禮了 我覺得這種正統 應該是只有我們媽媽們 才會有吧 那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在場 最瘋狂的 因為我覺得 我的瘋狂勾物是家教聖言 從小爸爸媽媽就教我們說 吃東西要不怕人家吃 東西用要不怕人家用 所以都要買大方的東西 然後像因為今年過年 因為以前親朋好友 都會出國玩嘛 那今年大家都在 都在台灣 都會團聚 然後前陣子過年的時候年貨 然後有個大賣場 它就是一個佛跳牆 外面賣一八九九 它就是硬是便宜兩百塊 一六九九 妳講的這一家 我應該也賣了一百塊 妳很在燒賬 所以怎樣 差兩百塊賺很多 是不是 很多 它是保證是全台灣最低價 而且它一張卡 一個人只能買一萬 限購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跟朋友說 那我們借了六張卡去 我們就買了八萬佛跳牆 買回家之後 我爸就說不行 要再買一個冰箱了 他一直很想買 上仙式的那種 自己的冷凍櫃 然後他就說 那一買就要不得了了 一給他借口他就去買了 所以我們就去買了 那個冷凍的冰箱 那買完之後 他剛好看到帳篷區 那剛好有Call Man的那個客廳帳 把來要兩萬多塊 好像只要七八千塊 所以妳有在錄影 對 錄影 然後我們就 我爸就說佛跳牆買了 那年菜都買了 我們就買了客廳帳跟帳篷 我們就可以去錄影了 所以冰箱 客廳帳跟帳篷 全部一次給吃 我想知道 你們後來真的有錄影嗎 有 有去用是不是 起碼有花 可是爸那個佛跳牆 妳是吃流水洗嗎 現在還沒有吃完 這天啊 而且買了冷凍櫃之後 他本來只放了佛跳 想不小心扭小牌 都買了 母親節中秋節都可以吃 對 所以要來請教一下莫貞 就說我們每個人進去 就跟詩心瘋一樣 簡直就是沒有理智可言 到底是我們的人品有問題 還是賣場到底 對我們做了什麼催眠 其實賣場它在設計的時候 本身就有心機了 妳想像一下妳到那個大賣場 為什麼叫大賣場 一走進去還 從體車場走出來走進來 妳就發現天花板好高喔 對 然後很空曠 然後妳會覺得 妳走在那個賣場入口的 主走道妳就是女王啊 而且妳買的東西 都是家裡用得到 對 妳知道買東西 其實沒有什麼太多的擔心 妳就覺得反正用得到 吃得到 沒錯 還有很多東西 都大量大量的陳列 對 然後妳看到 旁邊那台車買了一個 這台車又買了一個 妳就覺得 這東西是不錯啊 可能妳平常沒有想要買 但妳就覺得 它那個享樂包好像不錯吃的 我也來買一包回家吃看看好了 我也會看別人的車子裡面 有什麼 然後還會走廊上勸敗耶 就我在看什麼 然後有媽媽走在說好吃 我說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我還要吃消炎 妳有煎菜到SEL 妳以前 妳是不是開一包回家吃 我當過試吃人員 我其實就有當過 我就是這種心情 對 就覺得 我覺得我很喜歡的東西 像我就買 妳剛剛講什麼紅酒 對 可是我喜歡喝的 然後別人問說 這怎麼樣 我說我都買一箱的 他就會買兩箱 因為他一膩 對 誘惑非常的多耶 好 所以我們在那個大賣場 這樣一進去 剛剛莫振有提到說 挑高的空間 明亮的燈光 其實我好像有聽過朋友講說 燈光其實也會影響到 我們的購買慾望對不對 真的喔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大家知不知道 大賣場其實是有 沒有 全部都是 就是大白光還需要設計師 對啊 一條條 就打很亮而已啊 你就知道 你知道蔡奇亞的魚 就會出現左邊這種 對 上面是塑膠布有沒有 然後賣到有剩 然後右邊這是 大賣場會鋪冰塊 然後打了燈 而且那個草 一插上去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魚 看起來就很輕 對 好像它的海草 還在水裡面游的感覺 還在游 對 然後它就給你一種高級感 新鮮感 你會覺得對了 我今天來這裡享受的 就是這種清的感覺 最輕的感覺 我們的燈不是打在客人身上 我們燈打在商品上 讓商品自己講話 對 那蔬果類呢 蔬果更特別 它會打藍光跟綠光 所以你看 蔬果有藍光 你看喔 打過光吃 其實效果是完全不一樣 它打上去之後 你就覺得綠色特別的綠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 跟那個青椒玩起來好好吃喔 對 打完燈就變暖色系 真的 就是回到一個 讓你覺得很餓的感覺 真的 其實這個照片拍得很好 你看它已經有叫 我們在生鮮區 菩菜水果都會有彩虹成列 就是你看 綠色配紅色 紅色配黃色 黃色就橘色 橘色就綠色 它其實是有跳色的 就是其實你們有用心 在設計這一塊 但我們都在 渾然不治的狀況下 沒有感受到 可是又破了 又破了 真的 如果是我來擺的話 我一定是綠色放一排 我也是 黃色 你們也是 就會讓人家 就是不想買對不對 它這樣放你就會覺得 每一種都可以來一點 而且每一個蔬菜 它會自己講話 真的 那我們真的是太淺了 所以今天 對 我們都中招了 我們今天就一一來破解 為什麼大賣場 會讓我們那麼地想買 那先看你自己 是在哪裡買了什麼 為大家介紹我這一欄 因為這一欄都客氣了 平常就是要先買蔬菜 那我平常 因為我覺得連鎖超市 它很多是這種包裝的 可是因為大賣場 它很多是比較裸賣 你可以自己撕一個袋子的時候 放進去 然後我就可以360度 因為我曾經有買過 很漂亮的番茄 可是我回家的時候 包裝好 一打開就 後面都是爛掉的 所以我喜歡360度檢查一下 看它的那個在安心購入 然後肉品的話 是我第一很堅持 是因為我覺得肉品 一般外面的傳統市場 它可能就是從宰紗到分裝 它沒有一定的溫度控管 可是你在大賣場買 就可以很安心 因為它的原產地在哪裡 然後它的SOP 一定都會做得比較好 所以我就會覺得肉品 就沒有健康的疑慮 然後這個是大家一定都知道的吧 就去賣場看 熟食 這種我們這種不會煮飯的人 這種東西很難在家裡 可以自己用得到 然後又很便宜 然後有時候可能 其實我自己可能就只能吃 一隻雞豚 可是每次都看到 就還是會忍不住要買回去 然後每次都想說 好了 我不要再買 烤雞很貼心的 大賣場它不是只有一隻雞烤好 它旁邊還有附那一袋 你知道什麼嗎 有胡椒粉 還有手套 對 妳吃烤雞妳也不會沾這張手 對 非常棒 對 可是每次都想說 吃不完 不要再買了 然後下次去的時候 還是會腫著 還是會買 因為它炸物區都是紅紅的 對 看起來都皮油亮的 烤雞區的燈好紅好亮 好溫暖 然後從那個生鮮區走來的時候 就一直在抖一段 然後很像剛好冷的 然後就餓了東西 然後走到那個 就餓了 熟食區的時候就剛好在 來一隻熱熱的雞 對 剛好 真的 真的 老師那剛剛有提到 那個裸菜 蔬菜裸賣的好處 到底是什麼 熟食市場它基本上 不會有庫存嘛 當天來的菜 它當天就賣完 那賣場如果它 它都是包裝起來 你可能就會覺得 就像它說番茄 背後你看不到 所以我們就會希望 消費者是可以 自己拿出來挑選的 你要什麼樣的蘋果 你要什麼樣的蔬菜 你可以拿出來 然後轉一轉 然後看一看 它每一個角度是不是 是不是 漂亮的 然後是不是OK的 那你挑完之後 你再自己去做秤重的動作 你就可以買到 你喜歡的東西 而且還有一點像 有時候我們高麗菜 是一顆一顆賣的 裸賣你才能夠 一顆一顆拿起來 點點重量 然後你知道現在那種 就廚餘大家都不想要多嘛 所以你其實就可以在那裡 把你不要的扒掉 可以這樣嗎 它來的是連大葉子都有 綠葉子 然後綠葉子你不會吃嘛 你只會吃裡面嫩的嘛 所以你會把綠葉子扒掉 旁邊有垃圾桶 然後裝你要的就好了 不知道會不會剝到最後 只有這高麗菜心而已 有可能 如果你很挑剔的話 就有可能 那如果是這樣 沒關係 如果 沒關係啦 你就再挑一顆 如果 對 因為其實高麗菜 它在產地裡面 它就是整批來 你也不曉得哪一顆 怎麼樣的狀況 但是基本上 你有能夠拿在手上 然後可以點點重量 然後你可以把你不要的扒掉 然後裝成你要的 我覺得這才是 如賴最好的地方 不會有人 來阻止我們說 王太太這行為不可取 莫生說可以啊 莫生啊 你說的啊 對 那其實他剛剛買的東西 其實很棒 那個蔬菜 你可以再拿起來一下 上面有一個QR Code 這個東西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產銷履歷 其實我們用手機啊 你掃一下那QR Code 它就會出現這個蔬菜 從生產 從播種 然後養殖到採收 到送到賣場的時間 全部都有 你們有約會找過嗎 而且還有你的農民 有約會的事情 我們才會掃啊 對啊 沒去話說一下 什麼價五十塊 對啊 登入會員掃一半 一把已經大概三十耶 這樣很安心耶 好 蔬菜我們知道要檢查 老師那個瓜果類的話呢 一般的瓜果類的東西 會盡量 你如果可以是裸麥的部分 除了三百六十度檢查之外 你盡量挑那個頭尾 假設它是長型的 頭尾是比較平均的 然後它的這個果皮 拿起來是比較硬一點 所以它的 果皮都挑軟的耶 會覺得這樣比較熟了 不是 覺得比較熟 然後感覺 如果它的皮已經軟了 裡面好像會很甜 很多熟的感覺 對 但是那就是熟的 但如果你是當天晚上就要吃 那沒有問題 但是一般我們有時候 一個禮拜 就是進去會買一個禮拜的量 你可能禮拜六日去買 然後你一到五就家裡 要買久一點 對 你可能要放久一點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是 新鮮度是這樣看的 好 老師那肉品呢 你有什麼幫我們解密的地方 肉品其實我們一樣 肉品也會有一個 QR Code 對 也會有QR Code 那其實現在很多賣場 是外商 它會有一些歐盟的標準 來台灣找台灣的農民 然後幫我們養殖的這個豬 對 然後甚至牛是在澳洲養 它可能用一些和牛的養殖方式 但是在澳洲養 那它就有歐盟的標準 就高於政府的標準 然後去做的一個履歷 那可能就跟我們剛剛講 產業履歷有點像 但它可能是用歐盟標準 做的履歷 那它就可以用透過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更有保障 其實我們一般最大的差別 跟傳統市場最大的差別 就是溫度啦 因為你想傳統市場 它可能在溫度上面 它就是一般的常溫 例如說遇到夏天 這個溫度比較高 那賣場是全程都會有溫度的控管 對 那包含我們在分切 那個分切室進去還是會冷的 就是十度左右的溫度 讓員工是要穿著長袖在工作的 對 那所以這個部分是 我覺得在挑選上面 你可以多去考量 而且其實在大賣場 假設你買到的肉品 有任何問題它都可以追溯 對 透過這個號碼 它可以追溯 那你就比較安心一點 而且我之前曾經有去某一些 就是中型賣場去買肉的時候 它表面看起來很漂亮你知道嗎 然後我回家翻過來的時候 我就不太好 有點黑黑的 我就有點不高興 我就把它拍照 可是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下一次去買的時候 就摸臉書啊 沒有 但我下一次去買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還是要抱怨一下 就我就說上次我在你們這邊買肉 我都看不到下面 就黑黑的什麼什麼 她就說真的嗎 妳說我不知道黑黑的很誇張 就是反面就後面不... 對 不新鮮 然後她就說 妳有照片嗎 還是妳有發票我推錢給妳 就是他們只要妳有照片 然後可以證明說 妳買回去的肉是不新鮮的 其實妳也不一定要這樣 把一塊鮮肉來 其實生鮮的東西在賣場裡面 它的退貨標準是很低的 就是我們事實上是可以 完全相信客人 它有任何問題 但是肉品我稍微說 一定點小小解釋 如果像那個牛肉好 它的這個 選用數比較高 它有可能在 你在切的時候 它是一片疊一片吧 但是焦疊的這個位置 就是妳看到是表面的顏色 但是焦疊的這個地方 因為它沒有遇到氧氣 它有可能打開 妳看到黑黑的對不對 但是妳把它撥開 接觸空氣之後 大概十分鐘 五到十分鐘正常來說 它應該就會恢復 跟旁邊一樣顏色 所以妳下次可以看一下 尤其是牛肉 牛肉特別明顯 那熟食區有什麼地方 要解密呢 大家有沒有注意發現 其實烤麵包出爐的時間 跟烤雞出爐的時間 在大賣場是不一樣 不同程度的吸引人 對 沒錯 它用的是嗅覺 聞的味道 大家有沒有注意 大概早上的時候 它就會出爐麵包 對 糟糕了 你如果早上早餐沒吃 超豹高的 你一走進去 聞到麵包 味道這樣 而且它現烤出爐 隨著冷氣這樣散發到你身上來 你馬上就是 還會切試吃 對 直接試吃 本來只要買一個 後來就買三個 對 因為你吃了三種 更可怕的是 我們家附近有個超市 最近 超噴的 這真的是灌籃的時候 很好 而且它都要切小小塊 它不會給你吃太大塊 我跟你說 它直接現場煎牛排 煎得小小塊的 然後小姐你試吃一點 你知道到六點的時候 所有人就 圍在那個牛排攤旁邊 然後它旁邊就放冷凍牛肉片 我直接吃完 再吃一口的時候 我就會抓一盤回去 因為在我的心裡上 我覺得我好像欠了它兩塊肉 對 這就是試吃的心情啊 常常試吃完之後 就不好意思了 就立刻會去拿 對不對 最糟的是它一面 放在收銀台 對 一面煎 它會說小姐 你直接要不要 我順便幫你煎好 對 有這種 這個可以煎 就是你可以馬上在那邊 立刻吃 然後你 這個在心理學上叫做 其實很簡單 如果說心理學家做過測驗 他如果抓兩隊人 其中有一個人給他一瓶可樂 另一個人不給他 然後訪談完之後 過五分鐘 請他填一個問卷 對 他說絕大部分拿到可樂那個人 很樂意填 沒拿到那個 他就不一定會願意填 男人手短 男人嘴軟 沒錯 別怕騙 可是我有發現就是 常常在那個快要結帳區 車所有動線的最後 都會放蔬菜 水果 然後或是熟食區 蔬果區就放到最後面 因為你天天都要買 對 那我要讓你要買到 你要買的東西之前 你要買牛肉 你要買酒之前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 你可能放在腦子裡面 植入你記憶的東西 還有一點 其實因為全家人 通常都是全家人一起逛 有的假日一起逛賣場 你知道不是只有媽媽的需求 媽媽買菜對不對 但是如果爸爸的需求 爸爸可能要看看 是新的電視啊 買買那個雨刷啊 汽車用品之類的啊 還有冰箱嘛 還有冰箱 充電線已經那麼多條了 為什麼老公們會迷失在充電線 充電線跟充電頭 他要研究一下 哪一個是最划算的 對 然後小朋友 小朋友看看書啊 然後看看玩具區 所以其實他有很多的這個 規劃在裡面 他希望你可以先看到這些 琳瑯滿目的東西 然後再走到 你真的想要買的東西 對 那你買到那裡 你差不多就要走了嘛 所以他會放在最後面 靠近收銀台的地方 才是生鮮區 看一下欣盈你上了什麼當 好 這當然就是最基本的嘛 小孩你如果不想 給他吃太多的話 這一包很OK 因為份量很少 我有聽錯嗎 不想給小孩吃那麼多 然後買下一個包 不是 你知道通常是這樣子 像我們自己會買給自己的零食 可是當我工作或不在家的時候 小孩就會去翻櫃子啊 就會一直想要去拿這個 拿那個吃啊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他們真的不小心 拿到了一包 也不會很大包的概念 對 就是你可以 媽媽以為我不會開第二包耶 好可憐 一包結一包才想樂啊 對呀 說的是想樂包了 你還那麼自私 想自己吃 她會想說我六包吃完 媽媽就忘記了 而且我媽媽會跑到廚房去 偷偷吃 然後看到我媽媽說 你在幹什麼 嚇我一跳就好對不對 這是最基本的 對 然後還有呢 水果嗎 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就是賣場常常會有一些 這種油的促銷 例如說買二送一啊什麼 其實我自己是很常買油的 所以我都知道說他們的價格 就是常買的那幾個牌子 大概價格在哪邊 一定要記得 要不然其實有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 買二送一瓶什麼東西的時候 其實價格並不一定會比較便宜 所以一定要記得 你常買那幾個牌子 大概的價格 還有一個是我 這個季節最愛買的 這個叫做 就是小顆的奇異果 這麼小 這個呢 它的營養價值很高 然後又甜 不是那麼酸 所以我們家小朋友超愛 他們一次 一個孩子都是大概六七顆左右 而且它不用剝皮 你只要把 你只要把口感味吃掉就可以吃了 而且不太用怎麼清洗 我告訴你 而且你皮也可以吃 好像就像葡萄皮 我在米可白家看過好幾盒 我就把它拿來吃了 很貴是不是 很貴 它也被燒到了 而且重點是呢 在外面買或是現代院是季節嘛 很多而賣家他們都有賣 一盒大概要一百二 一百三 去年我在那個連鎖的大量販 看到一盒是九十九 對啊 一百有九 所以我就一直掃貨 一直掃貨 就偏兩成耶 對 而且它只有在那個 譬如說這兩個禮拜才有賣 就是大概產季只有這兩個禮拜 頂多一個月內 然後後來我最後一次去 你一搶完我等一下下班 但不要去了嗎 然後我跟他吃過 我再告訴你我上次掃貨 最後一次的時候 我說怎麼只剩下三盒 他就說小姐因為真的寂寞了 沒有就剩這三盒 我就說好吧 那三盒我都要 我說但我先檢查一下 我就真的把蓋子打開看 裡面有兩顆都爛掉了 那怎麼辦 然後他就說小姐沒關係 我再幫你重新過磅 然後過磅完以後 那一盒才六十塊 真的 加這麼多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 其實你 就是你發現真的有不OK的時候 你趕快去跟他們反應 其實他們都會幫你處理 就當下一定要檢查啦 可是賣場的這種盒裝 我可以打開嗎 可以 可以 因為要試試就可以 你可以打開 不是 因為有些 你看像這一顆顏色很明顯的 就是比較黃的 所以你就可以跟他講說 這顆我覺得不是很OK 這顆就是baby的錢 他幫你扣掉 他幫你扣掉錢 對 他會幫你扣掉 然後還有一些 我覺得也很划算 大家很少就是看到 就是像那個大賣場 很多這種小朋友的DVD 或是卡通其實也非常便宜 對 我們在這個區域 我們甚至有分年齡 就是媽媽在肚子裡面 給小孩聽的音樂 或者是生出來 可能在三個月之前 她還不太會動 講話 還不太會講話 可能用看視覺的 然後再到她六個月的那個時間 就是她會分年齡 你可能開始會爬了 開始會爬 她需要去做一些 那個小肌肉的一些 觸覺的敏感 然後再到她可能開始可以 任人 聽聲音 她會跟著互動 甚至到一歲以上 她會跳舞 就是每一個不同年齡 事實上都有分齡的 不同的書跟玩具 是放在一起的 對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唷 排鍊 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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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